網羅天下趣事 搜尋萬種風情 修傑敏儀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線 早晨早晨,歡迎大家收聽 由傑哥和敏儀主持的精彩生活起跑線 傑哥早晨 敏儀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傑哥,上星期泰坦號的探險船 這件事件震驚全球 說真的,探險這件事你怎麼看? 精彩生活中當然有探險 你試過沒有? 試過的,探險其實有不同級數的探險 譬如說我們今天不如去哪個摩 那都叫探險? 當然了,如果你未去過的 又不知道那個摩有什麼賣的 那都是探險 不算了 危險程度高低 其實這個泰坦號 嚴格說它不是探險船 是嗎? 它是觀光船,它賣飛 但是這種所謂的觀光其實是探險 我們日常在美國生活 譬如說我們要行山 我們要去開船出海 其實這些都是探險 以前我們講的那些話題 就是說出去戶外活動 有什麼安全要注意的 其實所有的戶外活動 每一次出發的時候 某種程度上 其實它都是一種探險 是嗎?其實我覺得是旅行形式的戶外活動 其實我從來沒有看到這些戶外活動 看成這個探險之類 那這個泰坦號就是戶外的旅遊活動 但是這次因為爆炸了之後 很多人就說他們真的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探險家 所以自然就想一下這個泰坦號其實是一個探險船 我不以為它是探險船 但是我們先講一下 你知道泰坦號是什麼意思嗎? 我只知道因為他們是去看泰坦 和泰坦這個鐵達尼號是有少許的 鐵達尼號就是我們香港人的譯音 其實國語會把它形成泰坦尼克 其實泰坦尼克的意思就是巨大的意思 為什麼呢?因為泰坦其實是一個神族 是希臘神話裡面的一個神族 所以神族就是一班神 總共有十二個人六男六女 在這個神話當中 這個泰坦神族他們是無所不能的 其中就有一些是海神來的 所以因為它是一個神族 所以希臘神話裡面的神就特別巨大 所以其實泰坦尼克當中起這個名字的時候 第一 和海洋之神有關 第二 它的意思是很巨大的意思 所以叫做泰坦尼克 這個泰坦號其實同樣 它是一個觀光船 它觀光船的唯一目標 就是帶人去看泰坦尼克的產鞋 所以它是起了名字泰坦號 所以這個泰坦號和泰坦尼克號 其實由它設計建造的船一開始 它就有一個與生俱留的目標 是 就是去觀光泰坦尼克的殘骸 這次它出事之後 其實很多人對它提出批評 就是說對這個 泰坦尼克號的過去的誓者不夠尊重等等 反正無論怎樣說 這次這個泰坦號 在這個泰坦尼克的殘骸附近好像五百公尺 你已經發現了它的碎片 船上五個人全部回不了 其中包括了這個海洋支援公司的創辦人 叫做拉十 拉十它本身就是一個創辦人 它也都自己在這個船上面 就是在這個泰坦號的船上面 這次他們一起魚爛 其實我見到新聞形容泰坦號的內艙裏面 坐五個人 基本上這五個人坐了下去之後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空位去到動動的 連站起來蹲下都不行 你坐了在這裏就是坐了在這裏 其實很迫 知不知道頭等艙是什麼位置 什麼位置 廁所的蓋板上面 不是吧 是啊 坐在廁所的蓋板上面 其實很辛苦 還說要給二十五萬才可以去坐 我覺得有點過分 我們今天講探險這個話題 我們首先講這個 泰坦號這次探險就是很險 為什麼很險呢 其實你知不知道在它還沒下水之前 它已經收到了很多專業機構 海洋學會或者一些相關研究機構的嚴厲警告 其實我覺得這間公司和這個老闆 真的很需要負上這個責任 我覺得很過分 因為這麼多的警告 你們都不管 一樣要帶人下去 其實真的害死人 為什麼要警告它呢 其實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泰坦號這次不是第一次下水 是 它之前已經帶過一些人去這個行程 但是問題是它這個泰坦號建造的材料 我隨便看了一下 我都覺得真的很流 我看新聞說是一個 不知道幾十塊的電子遊戲 那個遙控器 南亞遙控器 它是操縱的船 是一個市值三十塊美金的電子遊戲的南亞遙控器 但是據說還要二手的 連三十塊都不值 有沒有搞錯 這個都不重要 其實這次它第三次下水之前 有一個曾經參加過這個旅程的一個記者 是 它回來之後它就說它嚴重質疑這隻船的安全性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它說上面有一些設備已經受積斑斑斑 哎呀 有些呢 就是那個潛艇那個 譬如說它那個 叫什麼 重量不夠潛下去 不夠快 它用一些東西去墜 要將它加重的那個重力 哇 那些東西其實全部都是一些這樣的 工地的邊角料之類的 很危險啊 看起來根本都不professional 這個泰坦號的 唯一一個可以看到外面的 它叫做巨人 獨眼巨人 那隻眼呢 那個玻璃你知不知道幾厚啊 幾厚 是三十幾公分那麼厚 那為什麼這個三十幾公分那麼厚的玻璃呢 就說明你去到那個海底那個壓力 是很大 海水的壓力是很大 是 而它這個船的設計呢 是由兩部分兌陷起來的 嗯 就是你看它好像整個 一個橢圓形的樣子 是啊是啊 它是一個半橢圓形 加另一個半橢圓形 它對接起來 其實很危險 就是會有納毀 那如果你這麼大的壓力之後 有納毀其實很危險啊 如果你的納毀處理得不好的話 是 其實這個泰坦號呢 之前 它在第二次潛入海底 你進行這個所謂的觀光之類之後呢 那這個老闆 阿拉薩呢 它自己都說 出現了這個金屬疲勞 是 這個船 所以它又重新改造 做了多久啊這艘船 呃 做了其實不是很久 我忘記了多久 只有幾年而已 但是它每一次下水 你想一下 這麼大的壓力 上回來再下去 好像前後成功下去兩次 好像說 這次好像第三次來的 是 那問題就是說 你都知道它已經開始出現金屬疲勞 你都要重新打造過它 那你是不是要很認真 是啊 好 他說第一 我和華盛頓大學的這個機械實驗室合作 第二 我和這個NASA合作 是 第三呢 我這些材料呢 是在波音公司買回來的 聽起來好像都ok的 如果你有華盛頓大學的相關的實驗室 和你做一個檢測 是 驗證 和一個安全係數的一個保障的話 那一份聽起來很穩陣 是 以後你和NASA合作 更加穩陣 NASA是探索太空遠 讓你探索海底這個 那個技術要求 或者那些材料的要求 嚴格 要嚴格 是不是 風險遠遠讓你去海底要帶 因為你飛出去 不知道飛到幾遠的這個星球上 所以大家聽起來覺得 好像都很合理 是 好了 出了事之後 NASA說我沒有和他合作過 那些海洋的東西 是 我和他合作是某個太空的項目 其中的小小部分 我和他有合作的 那完全是有欺騙成份 然後波音說 我從來在我們的交易紀錄當中 沒有看過我和他有賣過任何材料給他 那很離譜 那就是詐騙了 然後華盛頓那個大學的實驗室說 我們從來沒有幫他做過任何的實驗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泰坦尼亞號出事 其實之前 第一 已經有很多人警告 第二 其實他講的 一些基本的安全保證 基本上都不存在 那我真的覺得很離譜 你知道 潛落這麼深的海底 有一定的危險性 那這一切的所謂的保證 都是假的 那我覺得他真的很離譜 那我首先講這次去 這個所謂的 泰坦尼亞號這個觀光旅程 其實他要潛幾深呢 大概是三千八百公尺 那這個船的設計是可以潛幾深呢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一會兒說 好啊 稍後見 歡迎大家回到精彩生活氣跑線 結果剛剛講的 泰坦號 這次出了意外 其實之前已經有人警告過 不過這間的公司和這個老闆 都沒有理到 那就繼續潛下去 那剛剛你講到 這次潛下去的目標是 三千七百公尺 三千八百公尺 那而泰坦號究竟他可以潛幾深呢 他的設計是可以潛四百 四千公尺 哦 即是夠的 即如果去到泰坦尼亞號那裏 他還可以有二百公尺的下潛的能力 那你知不知道 全世界最深的海有多深 不知道 全世界最深的海 就叫做馬里亞諾海溝 這條海溝最深是一萬一千零三十四公尺 那就是說 他的深度遠遠要比這次泰坦尼亞號 所在地的深 嗯 並且這個馬里亞諾海溝 已經是有個碳險家 是 是 萬幾公尺 是 所以如果從人類現在目前的科技來說 潛到四千公尺這個位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是沒有問題的 那只不過是因為本身這隻船的建造 所用的材料 是 他有些可能在這個建造過程當中的一些技術要求 他沒有達到 所以就導致了這次這個慘重的災難 其實好像我看到一條新聞 應該是 荷里活的富豪 好像是一個富豪 就是因為看到他的設備 太 儀欺 好像說那個遙控器 二手的遙控器 還要幾十元而已 所以他就決定 就算下了訂也不去 撿回一條命 就是我很奇怪 這個是用這麼多二手材料所建造的這隻船 它的成本有幾大 它總共有三個客人 它有五個人 一個是駕駛 一個是他自己本人 阿拉薩本人 還有兩父子 另外有三個客人 就是它一次收75萬美金 好厲害 其實真的 我不太明白 他是要追求很高的利潤 還是說他的成本要很大 你剛才說那個 荷里活的那個富豪 其實他已經交訂了 並且他得到一張非常有大折扣優惠的船票 是嗎 是收15萬的 應該是收25萬 是收15萬 但即使是15萬 他父子兩父子都不肯 退了訂也沒有去到 另外兩父子就頂上 所以那兩父子這次就一齊娛蘭 很慘 十七歲的小孩 兒子本身聽起來不想去 他自己都覺得有問題 但因為適逢父親節 所以他真的很孝心 打算陪父親一起去 真的很可憐 所以我們說回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很多人都會遇到去不去探險 這個話題 通常年紀比較大的 都說下什麼鬼險 何必要冒這個險 什麼意義呢 其實我又不是這樣看 你喜歡探險嗎 人類如果不探險 就不會有今天這麼文明 那也是 譬如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是 那個就真的探險了 你只不過是覺得這個地球是圓的 因為文藝復興運動 令到這個現代科技 那時候有所啟蒙 應該說 就覺得地球是圓的 因為以前 在這個中世紀 大家以為地球是平的 是 所以如果地球是圓的話 我們一定可以繞地球一圈 去到我們想去的這個亞洲 找到香料 找到黃金 找到白銀 這些東西 是因為這種這樣的假想 驅動了當時很多人 包括哥倫布 麥哲倫這些人去探險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這個美洲大陸 永遠不為歐洲的人所知道 但我覺得探險家 那種精神 真的不是個個都有 有很多人都是落於現狀 就是你最好不要改變我 但是探險家 一定要充滿有這個好奇心 也都有這個熱誠 勇氣 是的 這樣才可以做到探險家 其實我們常生活也是 譬如說 你家人說 不如我們去某個收藍公園 可能年紀大了 收藍公園 那裏聽說 蛇蟲鼠藝很多 可能有山屍 那些我們都不要去 但是如果你不去的話 你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 這個世界上 有一道這麼亮麗的風景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探險家 只要他覺得有一點點 好像很危險 我想我真的不會去 那你的探險指數 譬如說 我們講第一級 去一個未去過個摩 這個是最低風險的探險指數 那我真的覺得去摩不是一個探險 你是一個逛街的活動 探險是有一定的危險 就是你未知之數 有未知之數 先為之探險 那你去摩 你基本上都是逛街 你都知道有什麼店 我說去一個未去過摩 所謂的探險 這個風險是零 是 是 因為你過摩就是這樣的 不過這個摩可能 它所賣的東西 或者它裡面所擁有的商品 商店 可能和其他不同 是這樣的 是一種新奇 那如果你去一個未去過的公園 一個郊野公園 這個探險的風險指數 就稍微高一些 是 如果你去一個人煙荒霧的地方 譬如說 我們加州附近有死亡谷 那死亡谷 雖然現在風險都很低 因為它已經變成一個旅遊區 但是在我們加州有大量的無人區的沙漠 你夠不夠膽去呢 不夠膽 因為我覺得這些就叫探險 因為有一定的風險 而且我又不認識它 那這些就叫探險了 我曾經差點去了一次 但是沒有去到 事後這幫朋友回來講 就是我覺得都引人入勝 你說死亡谷 不是死亡谷 它們是在一些地圖上 找一些無人區的沙漠 這麼恐怖 雖然這些是無人區的沙漠 但是它都會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譬如說 那次為什麼我們想起它所謂探險呢 就是在那個地圖上就有個標示出來 當地有個溫泉 天然溫泉 那個水的溫度很好 就是適合大家去浸溫泉 又適合各種皮膚病之類的東西 你知道反正就是 但是那裡是沒有人管理的 是無人區來的 於是本來大家說 做了一支車隊 大概五部車 十多個人 通常你知道這些在美國的探險 因為美國人合法擁有槍枝 大家都會戴槍 戴相關的路營的設備 那時候工作問題我沒有去到 是 那他們真的駕車進去這個沙漠 走了一天 嗯 在挨蚊黃昏的時候 就是說 由進入沙漠的邊界開始 走了一天 走啊 立刻車走啊 立刻車走啊 那都相當遠的了 是 那所以那個路況很差 是沒有路的 就是在沙漠裡面 你要靠這個定位 要靠看地圖 太恐怖了 我覺得 他說相當長的一段路 是看不到任何車輪印 或者是道路的痕跡 其實我覺得 當你望向前面 看不到終點的感覺 好像你剛剛說的這個沙漠 又或者我試過一次 坐這個風帆出海 那這個海呢 你看不到終點 你見不到任何案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是非常之沒有安全感 那種感覺 不是很開闊 不是啊 是無助 完全不是 無邊無際的自由 是無助的感覺 你覺得 哇 死火啊 如果在這個海 我跌了到海 那就真是大件事了 那我問你的問題 這次譬如說 類似泰坦號這些 不收你25萬 給25萬你 不要不要 我覺得太危險了 所以你的探險指數 你的探險勇氣指數 基本上是零 不是 這個泰坦號 因為潛下去 就是去看觀光 Catalina Island 都有一隻船 這個觀光船潛下去 那個我可以 那些是半潛的 美女 那部船在海平面 看到它的 不是啊 我見它介紹 潛下去下面觀光的 那個我可以的 但是你說 去到這麼深 差不多4000公尺 那真的沒有搞我 好啦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我再跟大家說 那次因為我工作忙 所以沒有去整個 那次探險 到底有什麼精彩之處 好啊 待會見 歡迎大家回來 精彩生活起跑 結哥剛剛說到 你有一次工作太忙 沒有跟朋友一起去一個 人煙 沒有什麼人煙的 沙漠探險之旅 那他們發生什麼事呢 他們開了一整天的車 在黃昏的時候 終於找到一個溫泉 哦 他們非常之驚訝地發現 溫泉旁邊停了幾部車 哦 即是不止他們去探險 有其他的探險者去 是 於是他們就開到過去 嘩 突然間 即是一下車的時候 突然大家上一班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那班先導那班探險者 在浸溫泉 是 每個人 都是全部 全裸的 是 有男有女 並且年紀都不大 哦 所以他們就覺得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誰知道就有一個 勇敢的女性 是 整個企業出來 養手叫她下來 因為其實他們浸得 溫泉都不是很介意 即是她說下來 反正 我們要在浸很久 你們等不到 我們離開 反正大家都是這樣 就是天體運動 那麽等於 那麽他們就 那麽亞洲人比較 含蓄 比較害臭 是 害臭 那麽他們就 那麽我朋友 那隊人裏面 也是有男有女的 哦 那麽所以大家呢 都拿出來 準備好了的 泳衣泳褲 怎知道那班白人 就在笑 他說你們頂不住的 嗯 他們覺得很奇怪 什麽叫頂不住呢 嗯 因爲很熱 是不是呢 不是 其實你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因為我也很遺憾沒有去到 是 你沒有去過 你是沒有那種感受 就是探險了 就是你會 你不去到那個地步 你是沒有那種感受 是 他們穿上泳衣泳褲下去 那麽大家禮貌一些 嗯 他說下去之後 你浸溫泉 固然沒有問題 是 你一站起來呢 是 因為你身上貼了那些濕的衣服 嗯 被風一吹 是 刺骨那麽冷 冷啊 那麽但是 沙漠 就是日頭 沙漠那個溫差是很大的 但是日頭應該很熱的 我都說他已經黃昏去到 那麽他們扭令得來 換上衣服 已經天下了 那麽總之呢 反正沒有什麼燈光 是 就知道他們都 這個順應 這個環境 全部都全裸那麽浸下去 是 那麽這個是不是一個 你不去探險 你是不知道一個經歷呢 是 那麽我沒有什麼興趣 哈哈 我去日本 這個跟這個媒體團 去日本浸溫泉 我都非常之不自在 和那些不認識的人 要不穿衣服那麽一起浸 雖然大家都女性險 我都覺得很不自在 那麽其實這個探險 就是我們說 生活當中不可無 那麽但是探險又要 真是一定有安全係數 是 就是起碼你說意外 那麽沒有辦法 就是好像這麽這個泰坦號 那麽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之前把準備工作 做得充足些 是 其實不會有這麽意外的 是 以人類的現在技術 我剛才說 馬里亞內海溝一萬多米 都可以去 他都可以入下去了 是吧 所以他這麽是一個 在探險的出發之前 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那麽這麽這麽就是 就是內爆 新聞報道說內爆 那麽很多人都問 究竟跟普通爆炸 和內爆有什麽不同呢 所謂的內爆就是 潛艇受不了海水的壓力 所謂的外爆內爆 通常炸彈爆 向外 四散 它這麽是好像一個 受了巨大壓力的 汽水罐 汽水罐 那麽壓扁了之後 再爆成碎片 那麽並且這個整個過程 只有0.3秒左右 不到1秒 不到1秒 所以其實那個水底的壓力 是非常恐怖的 我們現在這麽說 自然界的力量是很恐怖的 如果你忽視它 那麽其實你得到那個 後果一定是很嚴重的 其實我覺得 我們平時生活上的小細節 都可以留意到 就是壓力這麽 好像這麽次我們 在飛機上下 在台灣回來 那麽就飛機上一個水瓶 膠水瓶 那麽因爲喝過的 其實是開過的 那麽喝完之後 還有水在裏面 那麽我放在旁邊 那麽當飛機慢慢降落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膠水瓶 是不停自己在那裏縮 那麽你要扭開的蓋 放一放棄 那麽它才變回完整的一個瓶 那麽其實呢 因爲飛機降落的時候 其實在空中都有壓力 所以爲什麽我們的耳朵 有時候會覺得 哇好像的壓力 令到好像塞了那麽樣 因爲這些壓力 你真是猜不到的 它是因爲那個壓力的變化 高空壓力和低空壓力 和電源壓力的變化 所以導致這個瓶是這樣的 那麽其實我們講 出去探險要做好充足的安全 你記不記得 我們那次曾經在拉斯維加斯 開車回來 因爲大塞車 導致我們走另一條路 那麽我們便 差點走了一條 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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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次都有一次 很大的風險 爲什麽很害怕的 我很害怕就是 究竟前面還有沒有路 好了 再害怕什麽呢 會爆胎 因爲那條爛路真的很難 那條爛路究竟頂不頂得順呢 好 萬一真是爆胎 那裏根本自己都不知道在哪裏 那竟有沒有人來救呢 其實那天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麽 什麽呢 我就想那天坐下你的車 你這部車上什麽都沒有 電筒沒有 智慧武器沒有 衛星電話當然沒有 但是那個地方我記得好像還有訊號 有有有 那防寒的衣物沒有 所以其實你這部車是很危險的 你這部車是沒有什麽安全的 如果我再走下去 萬一 在天黑的時候 我們這部車停在沙漠那裏 那便真的恐怖了 你會遇到什麽呢 黑蚊蚊 黑蚊蚊不會令你受傷害的 已經夠害怕了是吧 最大的問題就是 又是這樣 沙漠氣候晚上會很冷的 是 當時其實是夏天來的 嗯 但是它晚上一樣是可以去到十度以下的 是 你沙漠不夠的話 是不是會很冷 嗯 第二 那沙漠一樣有那些野獸 譬如說蛇 譬如說Coyote 那不下車就可以了 不下車的話都可以的 那請問你要去洗手間的時候怎麽辦呢 在車上 不是 所以我們 我這部車上基本上有幾個東西 是 是 第一是一把刀 一把斧頭 是 如果有合適的這個容器 嗯 我還會放那把手槍上去的 是 所以有加州法律規定 嗯 你的槍只能夠放在你的窗裡 是 第二你要有一個加密鎖可以鎖住它 嗯 那通常我們日常上班放工就不需要這些東西 是 一個點火的裝置 嗯 就是一個能夠保證你能夠點得出火的火機 嗯 一個引火的那些油木 是 是 然後一個可以綁得很小一塊的那些羽絨背心 嗯 所以如果那天是我的車 那我就不太害怕 是 是 但是如果你這部車呢 你這部車有什麼可以用一下的呢 其實 除了有些收車工具之外 就是沒有東西的了 嗯 到時我們一人開一把士巴拿克 都會被智慧的 不會的 都有一些車在我們前後的 那最糟糕的 那你這部車停在那裡 那時候其他車走的那時候怎麼辦呢 嗯 所以我們說探險好 或者日常的我們出雨門好 有一定的安全係數量 這個是很必要的 是 有時候探險這家東西呢 最嚴重的後果就是 你沒有預算它會出現這樣 嗯 所謂的意外 是 記不記得很多年前呢 有班小孩又是去一個山洞那裡 泰國 是 泰國 那幾乎全部在裡面 這個浸死了 其實這次呢 在飛機上我看了一套的電影 好似這個泰國的 這一班小孩遇險的 電影講到呢 有一班人呢 去一個山洞探險 那他們以為自己查了天氣是OK 那結果原來不OK了 下大雨了 那當他們進去山洞裡面 就開始下雨了 那他們想出來呢 就發現這個山洞呢 已經是封了 那條路已經封了 是的 封了 那但是呢 在這個山洞裡面呢 是有一條鱷魚 嗯 那水呀 在裡面有一條很大的鱷魚 那所以呢 這個山洞裡面那個感覺 就好像你剛剛講的 那個泰國那幫小孩 足球隊 進去山洞的 遇險的情況一樣 其實在一些熱帶的地方呢 特別是那些 那個地質結構 是中雨石那種地方 是 它有很多所謂的那些鴨洞 嗯 那裡真的好漂亮的 是 那些中雨石千奇百怪 那所以其實呢 這種探險 在亞洲地區是常常見的 是 那這種探險 那最容易發生什麼事情呢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講 好啊 稍後見 歡迎大家回到精彩 生活起跑先 結果剛剛講到呢 有很多的山洞呢 這些岩洞很漂亮 那所以吸引到很多人呢 去探險 那但是其實這些岩洞呢 存在著很多的危險性啊 嗯 究竟有什麼危機呢 山洞裡面最重要就是 第一 你很有可能會迷路 是 所以如果有一些 旅遊區開發了的 就有了路標啊 有了導遊啊 甚至有了燈光啊 那這個就沒有問題的 那但是如果 大家經常覺得什麼漂亮呢 是 未被人發現的地方最漂亮的 嗯 因為旅遊區一旦開發呢 就很多人為的破壞啦 人為的裝飾啦 就沒有那麼漂亮的了 那所以其實在亞洲好 在這個其他 譬如說這個 澳洲啦 都有很多這些地質結構的 自然環境 嗯 那所以大家去探險 第一就很容易迷路 是 那所以在這些地方怎麼辦呢 你會帶一支 有色的那支筆 嗯 做幾號 最好是噴的那些東西 是 一直走都做幾號 那其實迷路這家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 是不是很容易的事 是 其實是很容易的 我曾經去過德州打烈 嗯 嗯 那全部都是灌木 但是它多高呢 好像我胸口那麼高 嗯 有些可能高過我的頭 那我們又去 跟著那隻狗去追野豬 是 一直走去那時候 我就見到我們那個 那個領隊 是 他一直這樣用GPS做幾號 嗯 他真的手上拿一個GPS做幾號 他有經驗 他有經驗 入到去 找到野豬了 打到野豬了 好開心 是 打完野豬之後怎麼出去 那時候天開始嚇了 你完全看周圍 就好像你說在大海上那樣 是 一片灌木 簡單的塑料袋 是 包食物的塑料袋 有顏色的綁在船上 嗯 特別是你要轉彎的時候 是 要綁在那裡 我知道我在這裏轉過彎 所以其實在這些岩洞裡面探險 第一要防迷路 嗯 第二你所說的 你有顏色不捨了 你也有燈才行 是 電筒就非常之重要 嗯 所以車上一定要有電筒 嗯 這部車上我已經放一支電筒上去 所以下次去沙漠再迷路 不怕了不怕了 那些東南亞的地方 經常說天有不測風雲 是 說下雨就下雨 真的嗎 一陣風吹過來 一陣雲就下雨 那個泰國那幫小朋友都是 是 他是在教練的帶領之下 是進那些熔岩洞裡面去探險 是 進去因為下雨 將它們 譬如說 你知道我們那些廁所嗎 有個妖型館 是 如果平時沒有東西的時候 你就順著妖型的通道可以上來 一旦灌水 這個妖型館裡面 上不了 全部都是水 所以上次那幫人最終都是要潛水出來的 是 其實上次真是很大件事 震驚全球 有七個國家和聯合國 都派出了這些專家 多大的動員能力才可以做 是啊 但是其中一個搜救人員 也都是不幸身亡 所以其實有一定的危險在那裡 而這個教練 都好像二十多歲 帶著一班十一到十六歲 十二名足球隊的隊員去探險 但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那些水 就真的會令到整個洞 是沒有辦法全部浸了 他們會浸死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地方的人都出來去搜救 所以其實那次是最終有一種說法 是 是這班小孩根本不是游出來的 是 是將他打了麻藥之後 因為很害怕的 是的 用個蜜蜂的東西 將蜜蜂裡面有氧氣 是 又是個潛水院 將它拖出來 但是呢 亦都是給了credit給他們這個教練 因為其實那十二個小孩 在這個洞裡面其實很害怕很害怕 那為什麼可以捱這麼多天呢 是因為那個教練 不停在洞裡面跟他們聊天 教他們靜心去打坐之類 那就是令到那幫小孩可以在這麼危難的情況之下可以渡過 所以在自然界呢 無論你去旅遊好 或者你有意識的探險好呢 風險其實一定存在的 我曾經讀大學的時候去過黃山 中國很著名的風景區 黃山有個風景區叫翡翠谷 很漂亮的 那些水就真的好像五眼六色那樣的 但是 我真的在那裡親眼見過 也是一場無端端的大暴雨 是 山洪暴發 如果下面有人的話 一定被沖走的 是呀恐怖 那你其實美國有很多很好的風景區 譬如說黃石公園 譬如說這個我們加州的邱西美地 是 等等這些這樣的風景區 其實很漂亮 但是你去的時候 是有風險的 有天氣的風險 有這個自然環境的變化風險 譬如說 嵐山泥 石頭凹下來 所以你必須要有個意識 你去 就是從我看來 你走過你未去過那個摩 其實都是一種淡險來的 雖然它的風險指數比較低 是 但是你都要有一種基本上安全的意識 嗯 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無論是去城市好 或者去郊外好 你都要有一個 基本上安全的意識 但是我覺得 普通的常識都要有 好像剛剛講的泰國那件事 那些小孩其實幸好 真的只有那個教練 那個教練不停地這樣提 因為十幾天不停提他們 不要喝他們浸著的水 就是要喝水 就要喝在上面那個石 滴下來的水 滴下來的水 因為其實那些水很髒 如果你喝了 你肯定身體會出現問題 所以其實我想 有一些的常識 都需要在探險的時候有 是遇到什麼情況 有些什麼你可以吃 什麼你是不可以碰 這些全部都需要知道 去探險的時候一定要兩樣東西 食物和水 一定 還有你可以和外界聯絡的工具 一定要有 記得我說過我打獵 迷路那次 是 迷路 那次我們其實被警察發現 因為我們可以點到火 那些煙聲都起床 警察才知道原來在這裏 如果不是的話 即是我們翌日都可以走出來的 但是真的如果再危險些 是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哪裏 所以其實這個 這次泰坦號這件事情 就令我們又 關注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你不要說你 佩智敏儀說我不去探險 不去探險不代表沒有危險的 你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特別在加州 在美國的地方 我們去一些很遠的地方 我們喜歡駕車 駕車你路上 會不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會 肯定會 有個女孩去沙漠裡面 空軍機地探她男朋友 那就是有部車壞了在沙漠 她什麼都沒有準備 沒有水 沒有這個 也都沒有聯絡到其他 其他男孩的信號 是 這個手機 在那裏熱死了 等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曬死了 是 因為沙漠其實你要知道 中午是很熱 晚上很冷 溫差相當大 好了 你知道這些基本上色之後 你就要準備 很熱的時候你怎麼辦 很冷的時候你怎麼辦 我們現在在加州 車上有水 大家都經常會的了 但是水我不是很喜歡放在車上 因為那些膠瓶 好像是因為 因為若光 你沒有膠瓶 你就拿一些耳拉罐的飲料 其實都有的 耳拉罐都有 譬如說 但是這樣在車裡面曬都不好 那或者你出門之前 你要放在水上 你就可以了 但是聽說一下 如果在這個高溫下 那支瓶裝水 放在車裡面 其實那個膠瓶會釋放一些 有害物質 有害物質 不太好的物質出來 所以那一瓶水 我都不敢喝 我們去沙漠打獵 基本上一定是標配的了 一個大膠瓶 裡面放滿冰 然後放水 那就OK 一旦出現問題 那些冰都可以變成水 都可以喝 當然你的膠瓶要乾淨 要洗過它 好 希望大家在探險的時候 如果真的去探險 都注意安全 如果我們去探險的時候 如果我帶到問兒去探險 我通知大家 先想想想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